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 是爱多美的洗面乳 我们来打开看看 包装一样是用气泡水包装 公司超贴心的 打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一样是经典的环保包装 爱多美的洗面乳呢 一样哦 本产品属一般化妆品 已投保了富邦产品责任险2000万 投保金额不等于理赔金额哦 它的有效期限呢 会绣在这里 大家收到货的时候呢 可以留意一下 这一瓶的洗面乳的容量呢 是150毫升的 哇 很大一瓶的分量十足哦 这边呢都是有英文 英文有标示容量 背面呢有韩文英文 看得懂的朋友们可以分享给我哦 上面有写什么呢 打开看看 诶 有没有看到 它有一个铝箔的封口 那我们把它撕开之后呢 就可以使用了 诶 撕开之后 我们能把盖子盖回去 之后使用呢 就不用这样打开了 直接从这里打开就好了 那艾多美的洗面乳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介绍书名 它的成分呢 哇 是 萃取物 冬虫下草的萃取物 桑麻蘑菇萃取物 很多天然植物的萃取物哦 使用方法呢 是在手心沾水揉出起泡后 艾多美的洗面乳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来 它的一瓶呢 是150毫升 这样子 很有分量的这一瓶呢 价格是多少呢 255元 它的作用是管理肌肤清洁保湿效果 之前呢 有朋友问我啊 它擦了很贵很贵的保养品 为什么脸上还是长痘痘啊 还是会看起来肤色暗沉啊 因为呢 它忽略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哦 我们的肌肤呢 必须在清洁 完全清洁之后 才能够擦上保养品 你想哦 你的肌肤的毛孔里面 都有粉尘啊 灰尘啊 或者是 一些残留的化妆品 如果呢 你没有清洗干净 再重复一直一直 涂上化妆品 是不是 长久以后 毛孔就会堵塞 所以呢 保养肌肤 最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清洁肌 完完全全 把你的肌肌清洁干净 然后呢 才开始做保养的动作 接下来呢 我要给大家示范一下 去洗脸哦 MINGDOM NINGDO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